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慶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搭這個郵輪 第二次的郵輪之旅要開始囉 我們搭乘這個地中海榮耀號 那我們就直接停在這個基隆港 就是他們對面的這個停車場 一天上線 200塊 還行 我們第二次的郵輪之旅 都會記錄在這個Vlog 對 沒開始 以前訂閱按鈕就開始了 當然還沒有 趕快去做 你已經想不到說 你搭個鈴鐺 還是我的NV幹 就你搭個鈴鐺 對對對 我們先回去穿 看美圈 表丁上船時間是12點半 現在11點半已經超級多人了 先排隊拖運行李 要掛這個行李牌 我們的行李箱被收走了 辦理登船 兩個護照銀本 日本入境卡 還有護照這樣 報到 超多人 我覺得整個順序跟劉昌圖都還不錯 現在是辦完首次在登船 上場拍照 未滿12歲 她有個小手腕 兩個小時 終於要登船了 嗨 好可愛 一上船就買WiFi 我還四貼四個窗 其實168美金 我們先來吃飯 最夯的是披薩這邊 現做的喔 我們拿了這一些 在這個警車 我們換到窗邊了 然後我剛才去吃了他的披薩 真的很好吃 現做的 賣了這個兩家餐廳 然後還加了那個 立刻決定行程了 好 我們要去房間了 我們到房間了 來幫大家room tour一下 那我們呢 是兩個大人 小孩就是用家床的方式 比我想像真的好耶 給你們看一下房間 這樣子 兩張大床 然後小孩就睡那邊了 他們是上下鋪 也太棒了吧 我還想說 如果這邊放四張床 應該是完全沒有地方可以走了 阿餐一進旁邊的就是廁所 這廁所是OK啦 不會都太小 然後門旁邊有掛鉤 有一個非常開心的地方 就是我們 因為是邊間 所以我們的陽台 SUPER大 你看 那那是不是有夠大 真的 阿一般就是這樣子小小的空間而已 邊間真的會特別大 我們的陽台真的好大 因為這傳號都是我們收到資料 說他們已經排好了 所以這應該 我才不能指定 我們把兩雙床合在一起 然後這邊就可以放行李 一般不會看到他逃生 現在是在逃生演習 浴宇要看免費的秀 要用房卡浴宇 就妳看 那我們現在先到18樓 兒童天地 這樓現在就是籃球場 欸好棒喔 18樓 有一個Bot 哇 這裡感覺很舒服耶 19層長這樣 5點開船了 我們是在燈塔餐廳吃飯 我們的胃口其實就已經 確定在房卡上面了 每天的晚餐 都在這裡 Menu都不一樣 上菜囉 第一天的晚餐 Dessert 這邊也有鋼琴表演 真的很華麗耶 是運動館 然後它有保齡球 可是超貴耶 然後我們決定給他們玩這個 這個一次要3.5塊 美金 保齡球半小時要30塊美金 每個都是錢 我們訂了牛排餐廳 這是自費的餐廳 我們剛剛把小孩拖音了 然後來吃飯 吃牛排 麵包都很好吃耶 慶祝自由 乾杯 我覺得這次的比想像中還會暈耶 這是我的經驗 第二天就習慣了 哈哈哈哈 羊排 最後的甜點啦 其實它蠻好吃的 給過 我以為你會說 我覺得整體來說就是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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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the money 會不會早就知道的事情 玩郵輪啊 就是 有事情 我們要來接小孩下課 然後去看秀 就是拖音中心 好happy喔 在鳳鳴 一日遊 你想要參加有個唱歌 一日遊的話 一定要上傳的時候就報 本來有快10個人 只剩下一個行程可以報 所以一定要上傳就可以出一件事情 我們在看表演 這邊有個太空派對 然後大家可以上去跳舞 哇 第一天晚上 晚安 Good morning 今天是第二天 然後行程的話 我們下午1點8會到充神 所以我們今天會下傳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定要去下載這個 MSC for me的這個app 然後你就會在上面看到 這樣每一天的行程是什麼 你知道使用它的wifi 我就可以登到這個app裡面 你也可以去即時的檢視一下 你自己的帳單有多少錢 但是就很可惜 它這邊只有英文跟日文 也有這種每日節目表 如果沒有下載app的話 但是下載app還是比較方便的啦 那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啦 吃雞肚餐 早餐 飯還進很讚 可頌蠻好吃的 所以我們早餐就拿了可頌跟水果 16樓呢就是運動健身的這個部分 你要健身吧 這晚早餐我們在玩足球 然後旁邊就是 嗨 外面好跑道欸 好妙 走出來了 是冷水的 那我們現在在玩這個 警察抓人 現在躺在這裡 看藍天 我們到那爸港口了 要去搭接駁車 這邊是搭計程車 這裡是接駁車 接駁車只到國際通 這樣看真的很大 到達啦 接駁15分鐘左右 我們第一次走在封路的國際通街上 超特別 真的要直接封路了 現在呢 我們就是要來吃這家拉麵 好可愛 我們一下船 立刻來喝啤酒吃拉麵 在船上的消費真的吃海盜 每一人很可愛 我吃沾麵 他好像還附一個泡繩 超酷的欸 這一家拉麵很好吃喔 如果是小朋友來吃的話 吃完他還會給你充足喔 這個 我們是第一次在沖繩沒有煮車 然後是靠這個電車移動 很新奇 車是滿的 我覺得假日的話大喊了 人潮量挺多的 最後朋友他們來載我們 哈哈哈哈 我說 你來載我們 好我們終於到達這個公園了 上一次我們來的時候沒開 他現在開了欸 然後就是超長 一直到最下面 好好上 嗨 在這了在這了 好高好高好高 好高好高 好高好高 結果我們來吃燒肉 小孩在一起 下船就是不斷的 吃吃吃吃吃 啊他是吃到飽 我覺得 蒜還OK啦 肉品也算蠻好吃的 我覺得他們家最特別的就是 他們的那個 烤餅 我點了那個蒜味奶油烤餅 真的很好吃 葡萄店就在電車站旁邊 輕體方便的 對 那我們吃完就搭電車 想說來採買藥妝補貨一下 那晚上的國際通呢 車子已經恢復了 坐郵輪不會還護照 所以就是要拿我們影印的印本 然後要貼一些貼紙 就等同護照 要來排隊搭車了 搭到車啦 其實排隊人很多 然後就是他好險他有一連續的接駁巴士 成功在秀之前趕快 趕快去做秀 每天免費的秀都是在這裡表演 建議盡量前面前面前面 他很離床耶 好笑 好笑 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買了藥妝 然後泡麵 什麼飲料 什麼之類的 我們在看電影 然後吃宵夜 我們在看這個移翼系列 然後我們是用腳下夾這個頭衣 我們今天就是直接睡到12點 那我已經吃過飯了 現在阿山帶小孩去吃飯 然後我們今天呢沒有選擇下船 因為覺得郵輪度假就是要 你知道比較輕鬆啊 比較愜意這樣 通常都來好幾次了 就沒有選擇下船 就擺在船上 享受船上的設施 我覺得對於郵輪行也是挺重要的 自己一圈的這種溫泉SPA 就是到處走走拍拍這樣 這裡就是中庭最大的泳池 然後它的泳池呢 總共有三四個吧 這是最大的 然後床位呢 還有一個方形的 然後還有一個室內泳池 它室內泳池比較沒有那麼曬 這邊超漂亮的 一定要來 但是它的水很熱 然後它可以打乒乓球 然後它還有這種手球 床尾的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鋼鎖 超酷的 然後這兩個有限定年齡 哥哥在這裡 然後爬上去玩這個最高的 太小了 整個線下去 好可愛喔 在玩桌球 在玩各個游泳池 我自己跑來吃晚餐 今天吃的最好吃的是冰淇淋 那我們現在來看付費的秀 那你覺得剛剛怎麼樣 這個需要加錢買嗎 個人是覺得還好 可以啦 但是沒有到一定要買 免費的可能 比較精彩 比較好開一點 我們這一餐是自費的火鍋 火鍋的前菜 這次兩人套餐其實挺多的 今天晚上免費的秀呢 是音樂秀 好 擅長我們在吃冰淇淋 很必吃 他的賭場也超多人的 小小小小小小小啦 耶 中了中了中了 八十四了八十四了 吃什麼笑 喔 沒了 都沒了 早餐 是這個景 到石原到了 吃早餐 這麼豐盛 這邊是大人限定 大人限定 進來的酒吧 在十八樓 我們又到了 山上樂園 然後我今天還是一樣 想帶走 也是那個 高峰的那個 繩索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好玩 很刺激 而且其實在上面走 除了要克服恐高以外呢 你還要有一點平衡 然後 要抓很大力 我覺得挺有趣的 哇 今天他還要水耶 好酷喔 什麼的 一起跳 好搞笑喔 我們下船了 這些都是在等於 路由巴士的 石原島第一站 來到這個展望台 這個觀景台呢 停留半個小時 拍拍照 買飲料 上廁所 夠了 來 接下來這一站呢 石原島 我們來到川平灣 這邊的海啊 真的是超級美的 川平灣沙灘 很漂亮 我們點了沖繩麵跟草麵 那就是隨便吃一下 一定要加這個胖腎 我還點了冰 誰的姿勢最帥 好妙 今天最後一站是購物行程 就在那邊買買買 有很多東西 餅乾啊 藥妝 通通都有 但大家也知道 燒貴 然後這個行程呢 大概是 三十八美金 大概是一千數 左右 那你覺得值得嗎 就我們其實就是 去了兩個點 一個展望台 一個購物行程 就是如果 如果你沒有來過石原島 然後來這邊 還要參加一日 然後只來這個兩個點 你就覺得 哇 石原島怎麼這麼無聊 這樣 就是看海 講什麼 就還行 那我覺得 而且他也沒有附餐 所以就是 如果大家對海沒興趣的話 建議還是在 待在城上 玩那個 他的滑水檔 可以吃之類的 三顆餃子 的話也可以 很好吃 剛剛短暫在房間休息 就是洗澡 然後現在要去看晚上的休 因為晚上呢 其實都會有三個時段 可以給你選 那我們都會選最晚的那一個 然後因為最晚的那一個呢 就是結束以後 就直接會有 愛護館 而且可以玩 倫敦劇院 最後一場秀 好強喔 還有人前的一環 我要拿自己的麵 去Check每一條的消費到底有沒有 因為我們就發現有一條消費 應該不是我們 不是在我們上大上的 所以 所以要仔細看一下 早餐 也有另外一家 我們今天是來吃這一邊 沒吃過 因為他的開放時間超早 這五個半都八個半 睡起來了 他的菜色就是跟蜘蛛餐廳 有一點不同 他有搬一頂顆蛋 我們點了滿桌 這個景色飯 好啦 我們已經到基隆港了 所以我們來分享一下 這次旅行的一些感覺 房間有時候住四個人 然後空間感覺不會太小 而且我覺得他床還蠻舒服的 可是他位置的地方 我覺得空間也是很大的 而且他水蠻大的 然後熱水也很大 最多人問我們 就是會不會晃 那以他的郵輪的頓數 因為他是真的很大騷 在神境中 除了第一天上船 你會覺得比較不適應以外呢 我覺得其實他是非常平穩的 不太會晃的 我們十幾個人 沒有人願意傳 大家都活得好 對阿 我覺得就是可能第一天通常會比較不習慣 然後之後就會習慣 那傳上的娛樂呢 其實娛樂真的很多 最推薦大家就是每天晚上都有不一樣的秀 然後總共都有三個時段可以給大家選 他是你要拿房卡 然後在這個大禮物去預約 所以每天晚上看完旁邊的秀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預約各天的秀 你才能搶到你自己想要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他的秀都不好看 這氛圍很好啊 我覺得 還有去消毒一下 那還蠻有趣的 我們是只有玩那個塞塞子 那期待有什麼二十一點的部分 我們那都不要買 停靠港的時候 路上都不會開 一定要是在海上行進的時候 路上都會開 所以晚上不怕回去給我 因為到東海就可以 殺人啊 遊樂設施 那這就要講到那個停港 就是他一定要在港邊的時候 他那個最上面那個滑水道啊 他才能打開 然後還有那個西馬海的那個繩索 所以我覺得 這兩個東西啊 是健健少食啊 很大很大的特色 就是一定要 留時間去玩這兩項東西 那個很力推 免費的餐廳你覺得怎麼樣 自助餐嘛 他就是日式然後中式西式 我覺得就是有好吃有不好吃的 必少是好吃的啦 他就普普通通 就還行 不會到特別難吃 但也不會到特別好吃 然後還有宵夜啦 他每天 反正他就是開20小時嘛 所以就是可以一直吃 你想什麼時候去吃都OK 晚上是固定有一個場所 提供你餐點會一道一道上 我覺得晚上蠻好吃的 付費的餐廳呢 我們有加購了火鍋 然後跟西餐牛排 我覺得牛排挺好吃的 那個羊排超好吃 好吃 嗯 還蠻值得加購 那火鍋我是覺得就 也還行 我們是一向有人就被推銷這個套餐 他有兩間餐廳三間餐廳 對 我覺得其實看個人啦 就是如果你覺得吃膩 或是你其實都想要下船消費 吃晚餐的話 其實這個真的可不用買 畢竟他也挺貴的一個人 然後他跟這個套餐搭配的是 還有一個秀 跟一杯飲料 但我覺得那個秀真的還好 就是付費的 反而沒有免費的金餐 那最多人問我的這一part 就是我們花費 是蠻早 我們就報名了 金額呢 就大概是三萬處 他會有很多的傳項消費 那不可避免的一定就是有 你上岸的觀光稅 每一天傳艙的小費 跟清潔費 你上船呢 我們就是噴了網路費 那很多人問我說 Wi-Fi值得購入嗎 以我們重度使用網路 是沒有辦法離開網路的 所以以現代人來說 就是要買啦 那你覺得順嗎 我覺得還行 我覺得比上次好蠻多的耶 速度還有聯網的穩定度 我覺得都OK 你過門 除其他我們飲料酒水 他的水一瓶 六點多塊美金 然後我們所有的消費都要加 15%的服務費 挺貴的 反正基本上在船上就是什麼都要錢 我覺得這一日遊有點 偏糟糕 你偏貴 然後又待的時間太長了 嗯 對 就不太合理啦 真的耶 因為他只有四個行程喔 但是竟然有兩個購物行程 就是偏傻眼 我們有買了刀跟照片 照片偏貴 但是一個紀念嘛 對紀念 我們就三張30塊美金 這樣total下來呢 我們結帳的時候是快一千美金 所以我們還被超收 嗯 然後真的是一定要注意 那這個船上呢 大部分的服務人員是外籍的 但是也有小部分是會中文的 所以我覺得溝通來說 不算太困難 如果你真的就是 都聽不懂 你可以請他走 對 會講中文的 對 總之呢 你喜歡這次的郵輪之行嗎 我覺得偶爾來還不錯啊 就是可以放空少飛一下 對 畢竟船上也是蠻多宏文的 嗯 而且每天洗團 就看到海 也蠻開心 嗯 對 總之推推 那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點讚啦 還有分享給你想要去 郵輪旅行的朋友喔 我是小慶 張三 我們是週二的晚上期的賣相片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